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根据台积电在其近日的技术研讨会上透露的讯息,半导体市场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复苏,因此分析师对今年的增长持谨慎态度。 尽管PC和智慧型手机领域今年的增长预期仅为个位数,但有一个半导体市场预计将增长约250%,那就是AI加速器市场。 台积电估计,今年AI加速器市场将增长2.5倍。 这一转变令台积电感到特别高兴,因为大多数AI处理器倾向于使用先进工艺技术。 此外,台积电生产超过90%的AI处理器,例如为辉达的用于AI和HPC的GPU,目前已占据超过80%的AI加速器市场份额。 值得注意的是,大多数AI加速器不仅使用油,台积电加工的锡片,还需要先进封装技术,例如台积电的CoOS。 这意味着,这家晶片代工企业通过为AMD、AWS、Broadcom、Intel、辉达、Meta或Microsoft等公司制造这些产品,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。 根据台积电的预期,其他半导体市场今年预计增长不会显著。 例如,PC晶片预计仅仅增长1%至3%,智慧型手机晶片也预计增长1%至3%,但物联网产品预计将增长7%至9%。 相比之下,汽车晶片市场预计将下降3%至1%,从整体半导体市场来看,对台积电来说,前景相当乐观。 除了记忆体外,市场预计今年将增长10%达到6500亿美元,其中包括封装、PMIC等许多其他产品。 不包括Intel Foundry的代工市场预计将增长15%至20%,达到1,150亿美元。 因此,台积电应该感到非常舒适,尤其是在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份额的同时,还有网在未来几年扩大领先技术和特种技术的生产能力。 在此背景之下,苹果也开始充AI,日前其高层秘纺台积电。 业界传出,苹果营运长威廉斯·Jeff Williams日前低调来台,拜访台积电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亲自接单。 双方针对苹果发展,自研AI晶片,并将包下台积电,先进制成产能,生产相关晶片等事宜,为台积电接单增添强大动能。 面对业界询问,苹果没有立即回应。 台积电则一贯不评论市场传闻与单一客户讯息。 法人分析,苹果积极发展创新应用,背后需要更多半导体最新技术支持,先前已率先包下台积三奈米首批产能。 若后续预定2奈米,乃至更先进制成的首批产能,预估苹果贡献台积电年营收产值将本部创高,今年有机会达新台币6000亿元,创新高,长期挑战上兆元,写下心理成碑。 就数据中心投资,苹果财务长梅斯特里·卢卡·麦斯特里月前于财报会议上直言,在该领域有自家的数据中心,也采用第三方,该模式效果良好,计划持续推进。 他并提到,对生成式AI商机感到兴奋,过去5年,公司已在相关研发投资于1000亿美元。 据了解,苹果除了用在iPhone的A系列处理器,已与台积电合作多年,近年启动Apple Silicon长期计划,打造出用于MacBook、iPad的M系列处理器,关键推手就是威廉斯。 此次威廉斯来台针对苹果、AI自研晶片与台积电洽谈新一波包产能与合作,格外引起业界关注。 M系列处理器顺利掀起市场旋风,苹果从2020年末期,陆续将Mac系列产品线的英特尔处理器,转换成自家M系列晶片。 该成功模式,使苹果能专注设计开发,更具竞争力产品。 目前,则自行研发自家数据中心伺服器所需,利爱晶片,外传液在优化线型部分挥达架构数据中心晶片效能。 苹果已在AI伺服器端开始进军,以AMM-ARM架构半克制化形式,打造自行研发的AI运算处理器,除了同样采用台积电先进制程量产之外。 由于AI伺服器运算效能多寡,将影响算力,届时将以台积电生产成本最高的SOIC先进封装制程打造,并以3D堆叠方式将处理器整合。 但由于成本高昂,短期内,苹果应没有扩增到终端设备的计划。 不过,因应生成式,AI新技术蓬勃发展,除了云端运算需求大幅增加之外,终端设备也开始出现边缘运算需求。 苹果顺应相关趋势,特别在以台积电300米制程打造的M4系统单晶片,以小晶片,TripLight方式整合功能更为强大的神经网路引擎,Neural Network,虽然整合方式与前一代大同小异。 但预算速度将渴望是先前的一倍。 接下来,苹果还将以研发代号Donut,Brava,Hydra等三种不同等级的M4处理器,全面搭上BIPC商机。 第一,预计今年下半年在台积电开始进入头片量产阶段,并由日月光投空封测。 另外,台积电计划在明年开始大规模生产2奈米工艺技术,而苹果公司预计将成为首家采用这一尖端工艺的客户。 据悉,台积电的2奈米工艺将首次采用GAA技术,即全环绕炸极电晶体Get All Around,其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电晶体设计,可以在更小的制程下提供更好的效能。 它通过炸极材料环绕电晶体的原极和陆极,提供更精确的电流控制。 GAA电晶体设计有助于减少量子隧道效应,这对于在2奈米及以下更小工艺节点上制造晶片至关重要,从而使得在2奈米甚至更小的制程下的晶片制造成为可能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近日透露,目前GAA的失产粮率已经达到了目标的90%,这意味着台积电2奈米已经取得了显著实质性进展。 总体来看,苹果公司的高管Jeff Williams这次秘密访问台积电,外界猜测此行大概率与2奈米工艺全新进展有关。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,预计在2025年发表的iPhone 17 Pro系列中的A19SoC,将有望成为首批搭载基于2奈米工艺制造的晶片的产品。 这表明,苹果和台积电在推动半导体技术进步方面继续保持紧密合作,同时也预示着未来iPhone将拥有更强大的效能和更高的能效比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,最后拜拜。 biblioteca 恭喜 rarre